因为呢刚好我就要重约亮哥在现场 因为亮哥呢连续 几篇美国遗台论 比如说马祖国军缺肉的 新闻很震撼 那亮哥就说那么多历史 从来没有听过军队缺粮 这会让美国严重怀疑 台湾军队的管理能力 那么另外还有 美国和日本媒体都不约而同的报导 台湾飞行员不足的问题 都在讲我们对军队的掌握度不高 这会让美国人震惊 台湾的军队管理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也就是因为呢 美国高度怀疑台湾 坏水人架空 对 好那对更别说了 怀疑我们的军事国防 所以在稍早之前的 要我们的兵役延长 以及呢权动法16岁造册动员 还有弹药要放台湾 好这种种呢都是 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国防 高度的不信任 但是我们就看到 今天风传媒出了一篇内幕 来洗地了 好里面提到了几块重点 我先跳着说 包括呢 这一次知情人士透露 台美目前互动好到你无法想象 连台湾的部队都送到美国训练 这个不是在蔡英文时代才有的吧 之前是不是就有了 好那另外呢 引发高度争议的权动法是不是 美国的意思是来自美方的压力 知情人士也说为了因应可能的战争 整套法律的调整本来就是必要的 这是台湾自己的事 美国才不会管这种小事呢 等会我会细看这篇报道里一些内容 先看到这里 所以亮哥很清楚嘛 他这篇就是告诉我们说台美关系史上最好 而且呢蔡英文非常努力 而且使尽全力的在平衡美中台三边关系 重点是做得很好 哪有评分中 他根本跟中 报道这样写 他跟中根本联系不上 哎呀 可是问题说 他就是他极力劝阻麦卡锡不要来台湾 这一点蛮有意思的 因为你知道金融时报 登这个文章 17个小时之后竟然改稿 改稿 这非常有意思 改稿 金融时报很少改稿 因为我昨天特别把它比对一下 那也即将在明天小弟的直播 把它说清楚一点 他原稿是三页 那后来只剩下两页 改掉了什么 就是劝麦卡锡不要来 整个删掉 那一段删掉 整个删掉 可是自由时报呢 他不小心翻译了第一版 结果自由时报就把这个写出来 那自由时报 大概觉得这个就是台湾的自治吧 可是我觉得 总统府一定是想到了 他这样 如果是这样写 那岂不是对抗中保台没有办法交代 所以就考虑了很多 这个外延的意义 后来绝对把它删掉 结果后来写出来变成说 双方决定 实际上不是双方决定 是台湾劝麦卡锡可不可以在美国见面 他第一版就是这样写的 说台湾劝他说顾虑到 种种的两岸的压力 然后最近他们对 中国大陆一些比较被激怒之后可能有了反应 做评估是国安单位自己评估的 然后去跟麦卡锡讲说我们可不可以赶在美国见面 这个是第一版这样写的 第二版就直接讲说是双方这样决定 就没有想是谁去说服谁 那亮哥我补充一下 因为在疯传媒这篇里面特别提到 蔡英文花了非常大的心力 和麦卡锡方面沟通 使他理解台湾欢迎他 但台湾有自己的处境 双方的会面不一定要在台湾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版的嘛 第二版这个就整个都删掉了 可是这是疯传媒内幕 这个不是内幕啦 看到第一版就是这样写的 他就直接把第一版内容拿来写了 自由时报也是这样写 人家比较认真嘛 第一版就看到了 那不像有些人18小时之后才看到 不管怎样啦 那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我是赞成小英这样的改变 那事实上 因为如果第一版这样写 那麦卡锡就会有点没面子 所以为什么麦卡锡今天要这样说 说不排除我还要去啊 因为他不要示弱啦 可是这个坦白讲是台湾站在自己的 对两岸情势的评估 我认为台湾对两岸情势的评估 一定比麦卡锡要准确的多啦 那就是说那我们就到美国碰面吧这样啊 那刚刚那个我们正元兄讲的很对啦 就是说他可以到雷根图书馆演讲 这算空前的 因为马英九上次去哈佛 只是在聊他过去在哈佛读书的那些经验 所以并不算是一种正式演说啦 所以小英这个是第一次 可是美国也有节制 他让他在洛杉矶 并没有让他去纽约 也没有让他去华盛顿 不过我跟你讲啊 你不要急啊 这只是第一次 蔡英文啊 4月会去美国 8月还会再去 明年1月选完之后还会再去 他总共要去三次 他总共要去三次 我跟你讲 那个4月这一次是自己排的啦 因为你要去 这个贝里兹啊 中美洲那本来就你邦交国嘛 你只要找理由你就可以去 那8月45号那个是固定的 就是巴拉圭的总统就职 那个本来就是固定的就职 那也定了 所以本来大家是预期他8月才会过境外交 那没想到他把他拉到前面 为什么呢 有什么意义吗 因为麦卡锡本来想要8月突袭来啊 因为事实上麦卡尔讲了说 麦卡尔那个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不是先来吗 4月要来嘛 然后他就说麦卡锡 Later this year 你记不记得 Later this year除了8月还有哪一天 可是之前那个盖拉格 有没有那个什么中国什么委员会 特别他说可能到明年 对 他讲两个时间嘛 一个是Later this year 不然就是Next year 那我觉得麦卡锡一定是说 我就突袭你一下 8月来 那这个 所以 蔡英文如果4月跟他见面 那麦卡锡8月一定不会来的 这个几乎就是确定了啦 那明年麦卡锡更难啦 因为明年他自己要选 而且他坦白说他是议长 他有责任帮人家募款 所以他明年是很忙的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定了啦 那只是说 他就觉得脸上面面子挂不住嘛 所以就要讲几句这样 不过我觉得 这一轮小英这样处理是对的啦 不然真的会有不错的后果 我讲的是麦卡锡来台那一招啦 不然邱国正这么这么老实 邱国正说一定会闯入24海里 逼近12海里 这个一定是真的啦 不然邱国正竟然很故意啦 他就直接回答了啦 然后那个弹要放台湾这多敏感的事啊 他竟然直接回答说 两国在商谈中 这也不够故意 这两个回答都非常老实啦 所以我觉得应该都是真的 所以目前看来就是 所以我觉得你刚刚在讲说 小英可能想去Cornel母校啦 大家不要急啦 他八月搞不好回去 八月放暑假他去干嘛 哎呀总是 那个李登辉是6月7号到12号去的 他刚好BH记起来啦 对啦对啦对啦 我的意思说 蔡英文这次事实上回程 也要过境去纽约哦 可是行程还没有公开 我们现在只是到去程 去程是到加州嘛 然后去雷根那边演讲嘛 然后直接就飞到贝里斯嘛 那回程还要去纽约哦 那纽约的行程现在还不知道 那八月还有一次 那明年应该还有一次 事实上我觉得 蔡英文去美国 倒没有那么敏感啦 我说实在啦 因为北京如果知道 是小英去说服麦卡锡 我想北京心里点滴在心头啦 也会觉得说你也会自治啦 我觉得真正的 会引起两岸比较敏感的是 赖青的去美国啦 是 因为我们过去的总统候选人去美国 几乎都是去华盛顿或纽约 这两个才是真正的重大城市 那赖青的现在是副总统啊 可是他又是候选人啊 那难道你要叫他到洛杉矶跟你见面吗 这个有点怪吧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 会引起比较大的 这个大陆的关注啦 应该是赖青的到底要去哪里 如果他去纽约 这也是很大突破 那如果是比照顾立雄 去AIT总部 你也不要以为这个不可能 那是Virginia不是华虎 是啊 是啊 那会怎样 大华虎 大华虎 那是地理名称不是行政区 对啦 那北京会使出什么作为 不这个也是空前的嘛 因为你至少是副总统啊 对不对 那也因为顾立雄那个国安会民主场 毕竟只是个幕僚嘛 那你是民选的正副总统嘛 民选正副总统去AIT总部 算是大突破啦 可是严格说啦 AIT总部是民间单位啦 所以北京也不用那么紧张啦 那只是说可以遥望那个 波多马河看这个华虎 那亮哥你既然讲到这个啊 我刚好看到就是我们这个 旅美学者翁吕中 她说4月份蔡总统如果访问中南美 在美国发表演书 就定掉了绿营台美关系 替8月换LINE副总统过境 打下了论述基础 到时候副总统兼总统候选人 如果能够拜访纽约 甚至离华虎很近的巴尔迪摩 公开表示延续蔡总统路线 华虎决策圈对赖清德的 好感度渴望提升 当然啊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知道我昨天应该是跟阿财直播 翁教授就介入了这样 是 不是 因为我们就爱谈说 对啊 我们赖富可能去哪里嘛 那他本来不是那么乐观 他就说应该赖总统走的路线 大概就会局限了他能去的地方 他本来是比较没那么乐观 那可是说实在 因为总统走的是 这个洛杉矶啊 所以我想至少会去纽约 纽约 我说赖富 赖赖富 因为华盛顶去纽约 这个大家比较平常看到 那当然如果有进一步 就去AIT总部 那其实这个有下台阶 并不是没有 因为那是民间机构 那只是说 美国的官员会过去 事实上这一次 选曼就过去了嘛 对 对不对 是 那没有错一定是加分 因为事实上 美国本来就是要帮民进党 这还用说吗 你根本讲那么白 美国本来就要帮 他对赖清德不是有 有依赖论吗 再怎么样也比那个讲 不要当强国棋子好一点 对 因为想说蔡英文这一招 是不是也摆明了 让赖清德说 你要处理台美关系这一块 还得靠我 因为我去铺路啊 不啦 那个蔡英文确实 是美国有史以来 最信任的总统 因为最听话嘛 那赖清德坦白说 那个台独论述是走不动 如果是个坚持 真的放进党纲 那台独党纲就结束了 事实上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嘛 对不对 那可是因为他是台独今孙嘛 那台独 也不至于反弹太大 不至于啦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感觉起来 接下来这个不管对赖清德也好 那蔡英文无庸置疑 可是对赖清德来讲 美国这一块这条路开了 是不是 我觉得美国会以大局为重 他再怎么样也要支持一个 比较听话的政党 而且是明显反中的政党 那国民党里面 虽然有朱立伦这种青美派 可是也有蔡正元这种疑美派 对不对 不是我知美派 是知美派 对 大家科普一下喔 水神跟病毒呢 它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呢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